根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4月12日的报导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说 乌克兰人正在帮西方和俄罗斯打仗 他们的要求要的东西不多 因此投入乌克兰的资金和资源产生了极大的价值 据报导原来约翰逊亲自破坏了莫斯科和基赫 在2022年达成一个初步和平的协议 当时有传过俄罗斯和乌克兰 其实在开战没多久是有一个和平的协议 但是被破坏了 现在报导约翰逊也是其中一个主角 约翰逊在2019年7月到2022年的9月 他是任英国的首相 在2022年的9月他才下台 他在11日约翰逊在乔治城大学的学生 就作了一个演讲 他就说到和学生讨论自己的政策的选择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其实是一家著名的爱国者联盟学校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所谓 就是常春藤的联盟学校 美国对耶路哈佛 但是原来他也有一个爱国者联盟的 的盟校 的体育的盟校 那乔治城呢 其中是一家 这个联盟呢 比如说是麻省理工 西点军校 还有美国海军学院 一共有12个精英学校 是组成的 那这些学校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规模是小 可能没有那么出名 但是呢 是高度精英化的学校 来的 有很多实际上 很多很聪明的学生 那么若翰逊呢 就对学生说 他说呢 武装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呢 是全球民主斗争的一部分 他将它呢 是升级到呢 这一次是一个全球民主的斗争 那么乌克兰 他说现在向西方 所所要求的是 区区几百亿美金 只不过呢 是美国每年 国防开支的一个很少的部分 那么看看数字是多少呢 美国从2021年去到2024年 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呢 分别是7405亿美金 7529亿美金 8133亿美金 和8860亿美金 对啊 那在八九千亿的美金来说 总数呢 是说几百亿呢 的确是一个零头 那么对于美国的军费来说呢 若翰逊都说得对的 就不是说一个很大的部分 那么若翰逊就说呢 投资于在西方安全最有效的方式 保障西方安全最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投资在乌克兰 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人呢 他说呢 乌克兰在战场上面 在没有任何美军支援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是帮西方作战 这个代理人真是好用的 自己本身是欧洲的 但是呢 他是没有美军去帮助 但是呢 也帮西方 实际上 可能是帮美国去打仗 乌克兰人呢 实际上呢 乌克兰人呢 是为了我们啊 西方的自身利益呢 而是替我们去战斗 那么在冲突初期呢 乌克兰人认为呢 当时呢 美国和他的盟友呢 都认为俄罗斯呢 会很快打赢仗的 而这个结果呢 他们是可能呢 认为是一场恶梦 是不可以接受的 乌克兰提到呢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呢 就声称 一旦呢 他再当选为美国总统呢 就将会逼这个 乌克兰呢 向莫斯科割让领土去和谈 但是约翰逊对这种说法呢 是很怀疑的态度 那么约翰逊又解释 他说你想一想 如果被普京获胜的话 而且会令到西方蒙羞 那么对一位新总统来说呢 是意味着些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打不低普京呢 那么西方很没面子啊 那么特朗普会不会接受这件事呢 似乎他对于呢 就是 一些领导人或者一些西方 国家也好呢 蒙羞的面子呢 是排得很紧要的 可能给他个真正的国家利益 或者是呢 他当 乌克兰的人民 或者西方人民的生活 或者生命呢 是更加紧要的 这个透露做呢 约翰逊呢 第一个解释就是说 喂 如果令到西方蒙羞 怎样办呢 似乎呢 他对面子的看法呢 是看得很重的 那么另外呢 约翰逊呢 就回忆呢 就说呢 特朗普是第一个 向乌克兰 输送武器的 美国领导人 哦 这样 但是第一个给武器 不表示 第一个可以走的人 所以似乎呢 我觉得呢 是未必有什么关系的 就是第一个给武器 输送武器的人呢 不表示是 继续支持永远 送武器的人的 那么另外 约翰逊呢 他就强调 说这个 特朗普这个共和党人 未必说话是算数的 未必说话是算数的 那这个当然是对的 无论是共和党 或者什么党都好 只要政客 说的话呢 都当然是未必算数的 那么一句约翰逊的说法呢 也都是 这个可能是中肯的 好 那现在就说 下一个话题 讲到黄金 黄金价格暴涨 去到创造历史的新高 当前的国际金价 就突破了 2400美元一盎司 最新呢 近来是 是 2,344美元一盎司 这个呢 如果看看 现货金 all time high 历史最高 是2,431美元 是4月10日 2024年 创造的 好了 这个题外说 我想看一看 另外一个 有人认为是 电子黄金的 比特币 比特币近来的价钱 是64,420美元 它的all time high 最高位是 73,885美元 是3月14日创造的 那么我们看到 无论是真正的黄金 或者是比特币 一些所谓的电子黄金 那个价格 都是接近 历史性的高位 那是表示什么呢 看看 一些专家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们先说黄金 他本身是黄金 就是比特币 我自己拉过来 比较一下 那么 那些专家认为 黄金暴障背后 究竟是隐藏了什么意思呢 那么对于黄金 价格暴升 这个逻辑 那么根据招联 首席研究院 招联就是招商银行 和联通 一个John Mancher 一个招联金融 一位首席研究员 同时也是复旦大学 金融研究院的一位 兼职的研究员 叫董希妙 那董希妙就说 一般理论上 从中长期来看 美元预期 息口向下降息 那么这个就很自然 会推动黄金的走强 那么这个是合理的 因为你全美金 息口低了 你的收益就少了 或者你持有黄金 因为黄金没有利息 那个成本又低了 那么当然黄金的价格是高 除了利息在预期下跌 那么这是正常的情况 那么现在就一般预计 美国的利息走低 所以黄金价格是升 那么这是中长期的一个支持 那么同时呢 另外一个就是 全球避险的情绪上升 大家都怕要避险 也都推高了黄金价格的升势 那么这是一个常规的看法 目前的确 国际的形势是很复杂的 多变 包括乌克林的危机 还在继续 中东的局势 正如刚才Thomas所说 不断的升温 可能越打越厉害 世界上 无论是军事 政治 经济的冲突 都是不断的爆发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是日渐增多 那么大家要避险的话 当然黄金是一个 这个选择 那么俗语说 乱世买黄金 世界不太平 那么作为一个硬的通货的黄金 就当然是受到追捧 这是一般的情况 但是今次呢 另外一些特别的就是 今次的金价飙升的背后 不仅仅是我们常规看的 全球的政治经济动荡之下 一个普通的避险的需求 这个更加是隐藏着 美金一个信用的连行 这个呢就是 这个要注意 一般是对美金信心低 自然买黄金 但是它还有背后一个很大的推力在里面 这个作者认为 因为呢 这一次的黄金暴障呢 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呢 不是普通的机构投资者 或者是散户 今次买上来的黄金呢 避险的一些主要的推手呢 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根据世界黄金评计会的统计 2024年1月 全球官方黄金的储备 只是2024年的1月增加了39吨 其中呢 中国是连续17个月增持黄金的储备 意思是说呢 这些不是民间的 全世界很多的中央银行 不断地在买金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央银行 会大家增加黄金的储备呢 根据这位董希妙分析 认为 很多央银行的中央银行 实际上都是很想减少 美元的资产 加码黄金的储备 这是当然避免一般的常识 就是 鸡蛋坊是一个难度 当然不好了 分散投资 实现要处备资产多元化 老生常谈 控制风险等等 当然另外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 当前美国的债务危机 是不断发烤 美元的信誉受到很大的质疑 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 情况一点都没有改善 而且越来越恐怖 黄金暴涨的同时 我们看一下 如果将两个比较在一起 黄金价格一路上升 美国的债券的数量 原来一直在升 你将两个平衡画出来 美国的债务一路膨胀 即是借钱越多 黄金的价格 价格又一路上升 中间没有关系 我们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今年年初 美国国债的总额 是第一次 历史性突破 34万亿美金 今年年初 那么去年9月是多少 这个数字呢 那时候是很紧的 刚刚突破了33万亿美金 意思就是说 从33万亿到34万亿 增加1万亿美金 只是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一年如果有4个月的话 那就是说 一年 有4亿 可以增加4万亿美金的债项 如果用这样的速度去增加的话 美国借钱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这个令外界实在很担忧的 最近近来很多人都说过 就是彭博社 进行了一个模仪的测试 进行了100万次的模仪的计算 就评估美国国债的前景 脆弱性是多少 那模仪的结果就显示 在88 即是差不多9成的模仪里面 债务和美国的GDP之间 那个比例是处于一个 不可以持续的一个道路上面 是会爆的 有9成的机会 美国的债务和美国的国外生产总值的比例 是不受控的 当美债的危机等于一个定时炸弹 大家都知道是很危险的 但它一直都没爆 滴滴打打 那美元的信用的根基 正在不断地被侵蚀 亦都是受到冲击的 这种冲击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长期的美元霸权 它是视以妄为 亂做的 是累积而成的 即不是突然间一来来 34万亿 它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视以妄为的行为 是累积到一个 天文数字的债权 即是那个负债 另外一位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 联席一位院长赵石军 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说美元从二战以后 就成为国际主要的储备货币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拿美元或美元 因为美元是一个全世界 可以说是主要 甚至唯一的一个储备货币 但是在自战之后 其实它是经历过多次波动和危机 包括六十七十年代有美元危机 以及2007年的次案危机 一个比较近的 大家看到的 带来的对美金信心的一个动议 次案危机 可能大家不记得 因为2007年 它全名就是次级房屋借贷的危机 这是由美国国内抵押贷款 Mortgage Back 的一些贷款的违约 还有很多是法院拍卖屋 很多是Force 就是要强行把这些案子出没钱还 很多是按给银行的房子拍出来 不是银行的 次案是借给财务公司 那些是拍出来的 引发了金融的危机 次案危机在2007年的4月 以美国第二大的 所谓次级房贷公司 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 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开始 这个由房地产市场 一个危机是蔓延到美国的信贷市场 进而已经变成全球的金融地址 即是战后 还aven车曾经确立全部厉害 截 cars 以前美国路路路チャ slow 最后都是冥但是控而ity 目前现在美国面临 rejected 是很高的负债 很高但是他们连事 很高通胀的困局 为何是困局 应由高负债 就是希望降低的利息 比较少利息 比较少利息 高负债就是希望利息降低 降低的利息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继续高企 降低的利息会令美元下跌 令美国政府骑虎难下 两头不动 美元信用的裂痕 也使得 很多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和个人 其实感到不安 但是不敢太大出声 因为如果我持有这么多 如果我都在唱衰 起不时我还没走完 倒下来就不得了 所以大家都是害怕 大家都是知道 一路续续续找一些可靠的资产慢慢分散 将风险分散 可能黄金是一个选择 甚至有些人选择了比特币 黄金的暴障只是对美金信任裂痕的 一种直观的体现 直接的反射 因此黄金这次的暴障 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金融资产的变化 但他亦体现了在全世界对美元体系 可持续性的不信任 究竟他搞不搞定是不信任 甚至有很大的问号 这个更加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折射 美金不行 美国政府借这么大的债 是表示可能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转接的变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也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语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看鹿语人的文字版 去巴士的部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